选美比赛快开始了,快跑啊 停,快说,你们谁把冰公主参加选美比赛的照片画成这样啊 老师不是我 都不承认,567,是不是你画的,你平常最喜欢导弹恶作剧了 老师,不是我,我是男孩子,选美是他们女孩子的事,我才不关心这个呢 也对 那我去看比赛了 停,567,你为什么残画笔 肯定是你在我的照片上乱画心绪才藏起来的 冰公主,真的不是我,我的画笔是一会投票用的,是黑色的 你看你的照片上,根本没有黑色画笔画的痕迹 是啊,对不起,567我冤枉你了 没事,冰公主,我去看比赛了,一会我会给你投票的 谢谢你,567 选美比赛567不参与,小雪小五,你们都是参加者,嫌疑最大 老师,我上午一直在多媒体教室看电视,肯定不是我干的 老师,千任雪他撒谎,上午停电,多媒体教室根本看不了电视 对啊,小雪你为什么撒谎,看来是你画花了冰公主的照片,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 老师,我没撒谎,我真的是看电视了,不过我是用手机看的,你看手机还在这呢,上面有记录 好啊,千任雪,学校规定不让带手机,你还偷偷带进学校看手机 手机没收,比赛后写一万字检讨 不要啊,老师我知道错了 还不快去参加比赛 小五你上午在做什么 老师,我今天上午在教室里学习了 嗯,看来眼 老师,小五说谎,我这有监控视频 咦,小五你拿着画笔到我的照片那干什么,我们是好闺蜜,没想到你竟然画画我的照片 不是的,冰公主你误会了,我不是去画你的照片的,比比东你的监控怎么只有这一段,后面的呢 后面没有了,这个监控坏了,我拿去修,才看到这段视频 老师,真的不是我,事情是这样的 小五,冰公主让你拿画笔到展示区,她要做个海报 可是,我到了展示区,没看到冰公主,就把画笔放到她的照片下面了 老师,真的不是我画的 可是小五,我没有要画笔啊 小五,你还记得那个声音吗 老师,那个声音我听着怪怪的,听不出是谁的声音 对了,放完画笔后,我碰见唐三哥哥了 没错老师,我能替小五作证 她和我一起回教室的时候,冰公主的照片还是好的 那看来也不是小五,你快去参加比赛吧 好的,老师 老师,我也不是参赛选手,而且上午我手受伤了在医务室,肯定也不是我做的 看来也不是你 那会是谁画画了我的照片 冰公主,咱们再去别的地方看看 老师冰公主也太笨了,就是我干的 让她和我家小雪争选美冠军 可惜没陷害成小五,拆监控还把手弄伤了,太倒霉了 我警告你们,谁都不许告诉老师是我做的 不然我就把你们的手机瓶都画画 我家小雪一定是选美比赛冠军 我要飞到天上变成彩虹 我要变成地球 嘿嘿,比比东一定想不到我变成了地球 我,我变什么呀 有了,我就变成太阳了 这样比比东一定找不到我的 呃,我想想要藏在哪里呢 我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就变成比比东的鞋子好了 这样他肯定发现不了我 天呐,这个比比东的脚怎么会这么臭啊 恶心死我了 好了,时间到了 现在是我捉迷藏大王表演的时间了 你们很快就会被我找出来的 呃 奇怪,他们都藏哪里去了 怎么一个也找不到呀 救命啊,比比东这个臭脚是有几万年没洗过了 我快要被臭脚熏晕过去了 真不应该变成比比东的鞋子 呃 嗯,这个太阳的颜色不对 下来吧,贝利亚 太阳怎么可能是黑色的 哎呀,我怎么会这么粗心 忘记变颜色了 贝利亚,你一定知道其他人躲在哪里的对不对 来,都告诉我吧 哼,想让我出卖大家 你觉得我像是那样的人吗 绝对不可能 呃,贝利亚 你不是养了一只小狗吗 你看我有肉骨头,狗粮,小皮球 这些东西小狗最喜欢了 这些都送给我 你确定这些都是小狗最喜欢的东西吗 当然了 你快收起来吧 比比东,你看人真准 既然你这么慷慨 那我就不客气了 你很有前途 我看好你 贝利亚 这下你可以告诉我其他人藏在哪里了吧 哎呀,一点小东西就把贝利亚给收买了 等游戏结束 我一定要让它好看 嘿嘿 反正比比东又不知道大家藏在哪里 那我随便说一个地方 让它自己去找吧 找不到就是它技术不行 比比东 我好像听到他们说要藏到山上的秘林里 哎呀妈呀 贝利亚居然让比比东去爬山 饶了我吧 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味道了 还是自己出来吧 我在这里 我认输了 比比东 你的脚简直是个大杀气 到底多久没洗过脚了 这个,这个,大约好像似乎有三年没洗过脚了吧 什么,妈呀,你,你也太不讲卫生了 咦,又没下过雨 天上怎么会出现彩虹呢 让我用望远镜看看 我知道了 小五五六七 你们快出来吧 我已经看到你们了 看到我了 这不可能 比比东肯定是在这儿我的 比比东 你是怎么发现我的 当然是拿望远镜看到的 你变成彩虹 居然连自己的耳朵都没遮住 也太好找了 哼,就算你找到了我 也不可能找到五六七的 五六七有什么难找的 那两个挨着的地球 有一个一定就是它 这都被你猜到了 你也太厉害了吧 那当然了 我是最棒的 现在你们全都被我找到了 赶紧承认我就是捉迷藏大王吧 好的,比比东 都是捉迷藏大王吧 哦,我怎么听着有点不对劲 他们刚刚是叫的是捉迷藏大王吗 怎么这么别弄 听精灵 你不是我的守护精灵 给你颗小黑心 不要啊 我精灵 你不是我的守护精灵 给你颗小黑心 唐三哥哥 我冤枉啊 小雪精灵 你也不是我的守护精灵 唐三哥哥 我真的是你的守护精灵 别想骗我 给你一颗小黑心 为什么我的伙伴都被驱逐了 难道我也要被驱逐了吗 小五精灵 你是我的守护精灵 我会好好的照顾你 唐三哥哥 下雨了 让我们进去吧 快回大森林吧 可是不会再收留你了 精灵魔法 组长爷爷 唐三太过分了 我让你们保护他 他竟然把你们都赶出来了 组长爷爷 他们不是善良的守护精灵 他们是内心邪恶的暗精灵 小五精灵 我出去玩了 这些零食和玩具留给你吧 唐三哥哥 要不我陪你去吧 我能保护你 算了 小五精灵 我就是出去踢球 不会有危险的 再说你喜欢的动画片 马上开始了 好吧 唐三哥哥注意安全 小五精灵 咦 好多好吃的零食 这些零食归我了 小雪精灵 你怎么能瞧我的零食呢 什么你的 太小气了 我拿到手了就是我的 哇 好可爱的布娃娃 我太喜欢了 不要 这是唐三哥哥送给我的 小五 以后你再让他送你一个 不就行了吗 这个归我了 你们太坏了 今天是唐三哥哥 我给唐三哥哥的生日 这个生日礼物 我准备了好久 唐三哥哥一定会喜欢的 我准备的礼物不见了 冰精灵 谢谢你记得我的生日 还给我准备这么好的礼物 唐三哥哥 我是你最好的守护精灵 这 这不是我给唐三哥哥 准备的礼物吗 冰精灵 你为什么要抢我的礼物 小五精灵 你忘了唐三哥哥的生日就算了 怎么还冤枉我抢东西 是啊 小五精灵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冰精灵 咱们去吃蛋糕吧 唐三哥哥 不是这样的 你这个怪兽 不许你靠近唐三哥哥 冰精灵 你们回来了 刚才有怪兽偷偷溜进来了 小五精灵 你这样是不对的 我 我怎么了 没有怪兽 唐三哥哥 唐三哥哥怎么知道我们重要 是啊 只要有怪兽出现在唐三哥哥面前 唐三哥哥才会对我们更好 我们好不容易找来的怪兽 就这样被你打跑了 你快离开这里 你不适合和我们一起在唐三哥哥身边 什么 你们竟然引怪兽过来 你们这样所有的小伙伴都不会喜欢你们的 哼 你才是唐三哥哥不喜欢的 你快走吧 是啊 我不信 唐三哥哥最喜欢我了 唐三哥哥 你回来了 他们竟然引怪兽回来 小五精灵 冰精灵他们早就告诉我 你竟然引怪兽回来 你太可恶了 唐三哥哥 不是我 你冤枉我了 我要点你一颗小黑心 永远不要出现在我面前 冰精灵 火精灵 小雪精灵 你们是我最好的守护精灵 我带你们去吃大餐 笨蛋小五精灵 我们早就用暗黑魔法 影响唐三哥哥的精神判断了 他现在只相信我们 才不会听你的话呢 我警告你们 谁都不许用魔法告诉唐三哥哥 谁说我坏话 我就把怪兽引到谁身边去 为什么会这样 唐三哥哥 我是真心喜欢你守护你啊 为什么你要讨厌我 我要回大森林了 再也不和人类做朋友了 不要走 小五精灵 对不起 小伙伴们都告诉我了 是那些暗精灵用暗黑魔法 影响我的判断 唐三哥哥 你真的相信我了 太好了 事情就是这样 他们自私贪婪 还用暗黑魔法暗中 控住欺负小五精灵 不对啊 我们精灵族 怎么会暗黑魔法 被你们发现了 鬼新娘 竟然是你搞的鬼 哼 没有那些小伙伴捣乱 我早就成功了 这次就放过你们 下次就不会这么容易了 检查铅笔 给你小五老师 蓝色妖姬 你的铅笔上的橡皮 怎么缺了这么大一块 还有个洞洞 啊 对不起啊 小五老师 因为我做外语题做不出来 一着急就把铅笔咬了一口 那铅笔上的洞洞呢 写作文时没灵感了 一着急就用圆规戳出了一个洞洞 你这么做不是写作业 而是折腾铅笔 这是不对的 要爱惜文具 好的小五老师 我知道错了以后不会了 小五老师 给你我的铅笔 红色风暴 你的铅笔怎么这么脏啊 对不起啊 小五老师 我不是故意的 用着用着就脏了 你铅笔上怎么还画了一颗小老虎 一看上课就不专心听讲 不是的 小五老师 那天我在家看电视 哇 小老虎好可爱 我要画一个 我画 那天我在家里看了一个小老虎的动画片 太兴奋了 就忍不住在铅笔上画了个小老虎 原来不是在课堂上画的 就不惩罚你了 但是以后要爱惜文具 不能乱写乱画 好的小五老师 我知道了 嘿嘿 我偷偷给 后面的白色玫瑰和黄色玉璃的铅笔上画了画 他俩就等着被小五老师批评吧 小五老师给你铅笔 黄色玉璃 你太过分了 怎么能这样说小五老师 小五老师 这不是我写的 在你的铅笔上 不是你写的 是谁写的 真的不是我写的 小五老师 如果这是我写的 你刚才检查我就擦掉了 不会留着它让你看到了批评我 有道理啊 黄色玉璃 你先进教室吧 我会调查清楚的 铅笔留在这 查清楚再给你 给你铅笔小五老师 不错 白色玫瑰的铅笔很干净 既没有掉一块 也没有乱写乱画 可以进教室了 谢谢小五老师 等等 白色玫瑰 你怎么也在铅笔上乱画 哎呀 小五老师 我没有在铅笔上画画呀 白色玫瑰 小五老师相信你 你从来不会说谎 奇怪 黄色玉璃的铅笔和白色玫瑰的铅笔到底是谁画的 我一定要调查清楚 我男朋友可是史莱克七怪 我男朋友是芸汐格格主 我男朋友是海神 我男朋友是水神 我男朋友是斗罗大陆的男主角 我男朋友是叶罗利的男主角 我男朋友 别争了 我宣布小五的男朋友最厉害 王莫的男朋友最拉提 凭什么 我承认唐三很优秀 但是我的水王子也不差 你凭什么说水王子输了 你还看不出来吗 现在大家只要看到唐三 就会送小花花 反而看到水王子就讨厌 连六十分都考不过 你心爱的水王子已经过时了 就是 王莫你还是赶快离开水王子吧 已经没有人喜欢他了 我不管 就算你们所有人都不喜欢水王子 我也不会离开他 水王子永远都是那么的温柔善良 不过永远支持他 你只想问一场星星落在我的心上 我有着世界都想要你在身旁 小家伙 这是我今天的食物 分你一半吧 臭小狗 快滚开 五六七 你太过分了 你怎么能欺负小狗呢 唐三 你自己都是个臭乞丐 还有功夫关心小狗 我 我不是乞丐 我靠自己的努力赚钱 那也一样是乞丐 快去捡你的破瓶子吧 我要去玩咯 嘿嘿嘿嘿 哎 不知道小狗有没有受伤 我去找找 咦 这里怎么有个包 里面有好多钱 我 我要不要拿走啊 唐三 这里没人 只要你拿走了 你就不会饿肚子了 不行 唐三 这么多钱 丢的人一定非常着急 你不能这么做 我 我该怎么选择啊 唐三在键盘上输入HH 如果是好好好 你就听我的 在这等丢钱的人 如果是嘿嘿嘿 你就听我的 拿着钱包 快点离开这里 我知道了 我是好好好 我要帮助那个丢钱的人 在这里等他 臭唐三 你在这傻 站着干什么 没什么 咦 你手上 怎么有个钱包 是不是你偷的 你不要冤枉人 这是我捡到的 我正等着施主过来 这个钱包 好漂亮 一看里面 就有很多钱 唐三 这个钱包 是我的 快给我 才不是呢 你刚才都不认识 这个钱包 别想骗我 我说是我的 就是我的 五六七 你怎么能抢别人的钱包 快还给我 到我手 就是我的了 所有的钱 都是我的 哎哟 臭唐三 都怪你追我 现在钱包没了 还把人家的玻璃 打碎了 你就等着 陪人家玻璃吧 我走了 这可怎么办 小哥哥 刚才是你扔的钱包吗 对不起 谢谢你 小哥哥 这是我丢的钱包 我以为再也找不到了呢 可是不小心 把你家的玻璃打碎了 这个都要谢谢你了 我刚才一直在找钱包 都忘了厨房做菜呢 如果不是你 厨房都要着火了 你不但帮我找回了钱包 还救了我 我想请你吃饭 今天好开心 不但和小五妹妹 成为好朋友 还得到了一块 她亲手做的蛋糕 小五妹妹不但长得可爱 手也好巧啊 这块蛋糕 我要留着明天吃 好心人 帮帮我吧 我好饿 臭乞丐 快滚圆点 你把我的衣服都熏臭了 五六七 你怎么能欺负老爷爷呢 臭堂三 你这个小乞丐 和老乞丐一样臭 我要离你们圆点 省得弄脏 我的衣服 太过分了 老爷爷 你有没有受伤 这块蛋糕送给你吃吧 谢谢你 小伙子 你是我找到的最善良的人 没什么 老爷爷 这是我应该做的 老爷爷你住呢 我送你回家吧 善良的小伙子 和我回王宫吧 你就是我寻找的最好的童话王国的继承人 臭堂三 没想到你这个笨蛋 帮了个大骗子 侍卫 国王陛下 把那个坏蛋 关进大牢 啊 不要啊 国王爷爷 我错了 我比堂三 聪明比堂三帅 我也可以帮助别人 你再看看 我更适合当国王 哼 你也配 带走 是 国王陛下 善良的孩子 我们也回王宫吧 以后你就是我的孩子 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黑请闭眼 我要睡觉了 哈哈 小五的脚丫我挠 是谁在挠我的小脚丫 你猜猜看 五六七一定是你 因为你最调皮了 哈哈 不是我啊 小五姐姐 这次是贝利亚 没错 就是我 小五你猜错了 你的鸡腿都要给我吃啊 哼 我的鸡腿啊 下次我一定会猜对的 我继续睡觉 这次我们谁来挠小五的脚丫 我来吧 嗯 我觉得可以 毕竟刚才小五已经猜过五六七了 这次肯定不会再猜五六七了 好 那我来 我挠我挠 哎呀呀 好痒好痒 小五姐姐快猜猜这次 是谁挠你的小脚丫吧 这次我还猜阿七弟弟 啊 这是为什么呀 阿七 你太调皮了 所以是不是猜对了 恭喜你 小五你猜对了 耶 阿七弟弟 那我就不客气了 你的鸡腿归我咯 该你了五六七 哼 这次我来猜 我要把你们的鸡腿都迎过来 你想的美 天黑请闭眼 我要睡觉了 你们开始挠吧 让我来挠一次吧 我一次还没挠过呢 我挠 我挠 哎呀呀 真痒啊 五六七快猜猜是谁挠的 哼这也太简单了 肯定是小五姐姐你挠的 因为上次我挠了你 所以这次肯定是你挠的我 哈哈 五六七 你猜错了 是我挠的哦 怎么会是竹星呢 嘿嘿 五六七 你叫我三个大鸡腿 等着吧 下一局 我一定迎回来 天黑请闭眼 我要睡觉了 这一局我们谁来挠小小鸭呢 我看这样吧 这一局我们谁都不挠 让五六七猜 好 我看可以 五六七快猜猜 是我们谁挠你的小小鸭了 有人挠我脚鸭吗 我怎么一点感觉都没呢 难道我真的睡着了 哎呀 你快猜啊 哼 我猜没有人挠我脚鸭 啊 我的鸡腿 我是不是猜对了 猜对了呀 哈哈 你们的鸡腿都归我了 五六七 你还欠我三个鸡腿呢 好吧好吧 那还你三个 真是太好玩了 我要继续玩 我睡觉了 这次我来挠 贝利亚你来问 这次我们一定不能让阿西再猜出来 好 我们要把五六七的鸡腿都拿回来 我挠我挠 哎呀呀 哎呀呀 五六七猜猜是嘴 在挠你的小脚鸭 这次挠我的人 力气可大了 不会是贝利亚你吧 小伙伴们 我想再赢一局 你们能帮帮我吗 我最讨厌赛罗了 他经常欺负贝利亚 我要涂掉他的颜色 不要啊 胡列纳 你别涂掉赛罗的颜色 要是他消失了 就不能保护大家了 好 奥特曼都是骗人的 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奥特曼 只有小孩子才相信光呢 嘿嘿 娜娜做的真好 我们五魂店的人才不相信奥特曼的 赛罗奥特曼是假的 我要让他永远的消失 让我来涂掉他的颜色 千刃雪 你不能涂掉赛罗哥哥的颜色 很多小朋友都相信光 他们会给你打零分的 哼 我可是天使神千刃雪 谁敢给我打零分 我涂 糟糕 赛罗哥哥快没颜色了 这下怎么办啊 嘿嘿 我的贝利亚还好好的 看来大家都跟我一样喜欢贝利亚 什么 居然是贝利亚这个大坏蛋 我要涂掉他的颜色 唐三 你给我滚 不准涂我的贝利亚 好样的三哥 一定要涂掉贝利亚 贝利亚是大坏蛋 我就要涂掉他 让大家知道 做坏事的人都会受到惩罚 小朋友们一定会支持我的 我再涂 唐三 你太过分了 赶紧给我涂回来 比比东 让你喜欢贝利亚 这下 我看你还怎么嘚瑟 哼 我们走着瞧 哎呀 赛罗哥哥的颜色被涂掉了好多 到底是谁这么过分 都是五魂店的人干的 他们说 大家都不相信光了 就涂掉了赛罗哥哥的颜色 真把我气死了 小五 别担心 我有水彩笔 让我来给赛罗哥哥涂上颜色 太好了 蓉蓉 那你赶紧涂吧 相信光的伙伴们 让我们一起给赛罗哥哥加油吧 我涂 小五 你看 我是不是把赛罗哥哥涂得很威风啊 是啊 蓉蓉 你涂得真好 大家都会给你一百分的 哼 小五你别得意 我相信马上就会有人来给我的贝利亚涂颜色了 哼 这个贝利亚怎么还不消失 看我的 我涂 不主情 你给我住手 不准涂我的贝利亚 小五 比比东 你们怎么还在这里 二楼老师在到处找你们呢 可我还不能离开 我要守护赛罗哥哥 我也不能离开 我的贝利亚还没恢复呢 你们真的不走吗 那我就把二龙老师叫来了 二龙老师 你快来呀 小五 比比东 赶紧给我下来 老师 你到底有什么事啊 今天星期一 是上课的日子 你们居然逃课 赶紧跟我回去上课 老师 我们没有逃课 现在才七点 还没到上课时间呢 你们好好看看 现在到底几点了 怎么九点了呀 难道我们的手表出了问题 赶紧跟我回去上课 不然我就算你们逃课 全都给我请家长 知道了 我们现在就去上课 伙伴们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来救我的动物妹妹了 水王子哥哥 我是你的动物妹妹 快救我出去吧 可是我只有一个动物妹妹啊 水王子哥哥 我是冰公主啊 我们都来自月罗利世界 我是你的动物妹妹 对啊 冰公主妹妹 我这就救你出去 咦 我怎么打不开锁啊 水王子哥哥 你的头像是梅花鹿 梅花鹿有角 你看我头上也有角 我才是你的动物妹妹 对啊 比比东妹妹 我这就救你出去 咦 怎么打不开锁呢 明明都有角啊 比比东 因为你根本不是梅花鹿 水王子哥哥 梅花鹿的角像树枝 你看我的角才是梅花鹿的角 我才是你的动物妹妹 原来角还真不一样 蓉蓉才是我的动物妹妹 我帮你打开锁链 太好了 我终于自由了 可恶 我不是梅花鹿 那我到底是什么动物 谁能告诉我呀 我是牛哥哥 谁是我的动物妹妹 我来救你了 五六七哥哥 我是你的动物妹妹 刚才小伙伴们都说我头上的脚是牛脚 你快救我出去吧 等一下 比比东 他不是牛哥哥 他不能救你出去 臭小五你胡说 五六七哥哥 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头像是什么呢 你就是嫉妒我 不想让我得救 真的不是 比比东 你仔细看他的头像 他的动物头像 头上是没有角的 这是马不是牛 哦 原来我是马哥哥 对不起 我弄错了 那我的动物妹妹在哪呢 五六七哥哥 我是你的动物妹妹 你看我的马耳朵和马尾巴 冰公主妹妹 我这就救你出去 可恶可恶 怎么我的动物哥哥还不来救我 比比东妹妹 我来救你了 啊 怎么打不开呢 小强 你是不是不意气我 你看你头像的长耳朵 就是小五的哥哥 你怎么救我 对啊 原来我是小五的哥哥 我这就救小五 嗯 咦 怎么这个也打不开 小强 我的耳朵是兔耳朵 你的头像是驴 虽然都是长耳朵 但还是不一样的 你不是我们的动物哥哥 看来我的动物妹妹不在这里 我要去别的地方找动物妹妹 小强哥哥 你能帮我找找兔子哥哥吗 让他来这里救我 还有我的牛哥哥 让他快点来 我要生气了 好吧 我看到会告诉他们的 我看到会告诉他们的 小五妹妹 我终于找到你了 小强谢谢你领我过来 没什么 不用谢 小五 我是兔子头像 我现在就救你出来 太好了 我终于自由了 为什么你们都被救了 只有我的动物哥哥还没来 比比东 因为牛的动物头像太难得到了 是啊 我到现在都没想出来 什么牛总看自己的脚 不回答出这个问题 就没法得到牛的头像 这怎么可能 牛脚在头顶 怎么能一直看呢 太欺负人了 这就是故意不想让我出去 小伙伴们 大家也帮比比东想想吧 什么牛总看自己的脚 真的好难啊 谁是史莱克最勇敢的人 小五姐姐 小五姐姐打怪兽 保护我们最勇敢了 那你们知道吗 其实小五小时候可是很胆小的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小五 你怎么了 唐三哥哥 有毛毛虫 你呀 太胆小了 有毛毛虫踢走就好了 谢谢你 唐三哥哥 小五 你要勇敢起来 我相信你不是勇敢的姑娘 唐三 快来踢球 好了 我去踢球了 小五 把你身上的糖给我吃 为什么 让你给就给 不给就收拾你 你 你欺负人 还有 以后离唐三哥哥远点 你这个胆小鬼 不配做他的朋友 小雪 咱们走吧 跟这个胆小鬼说话都觉得丢脸 小五 你怎么哭了 小精灵 他们都笑我是胆小鬼欺负我 我想变强大变勇敢 小五 你晚上到后山去 那里会有你变勇敢的方法 真的吗 我一定会变勇敢的 外面好黑啊 后山会不会有野兽 我 我不敢出去 这可怎么办 小五 你要相信自己 要勇敢的走出去 你一定是个勇敢的姑娘 小五 放弃吧 你胆小懦弱 你就适合待在安全的屋子里 我 我该怎么选择啊 小五 在键盘上输入哇哇 如果是英勇 你就听我的 去后山 寻找勇气的来源 如果是犹豫 你就听我的 待在这里 哪都不要去 我知道了 我是英勇 我要走出去寻找勇气 好黑啊 我 我不害怕 我是勇敢的姑娘 我要勇敢 哪来的歌声 好吓人 我 我不怕 我要勇敢 我一定要找到勇气的来源 小姑娘 你在找我吗 啊 喂 伟心娘 我 我来找勇气 勇气 小姑娘 如果你回答我三个问题 我就告诉你勇气在哪 好 好的 第一个问题 我刚才的歌声 好听吗 好听 这是我听过最好听的歌声 我希望能和你成为朋友 和你一起唱歌 很好 小姑娘 你的回答让我很满意 我可以赠送你一些 强大的力量 谢谢你 鬼心娘 第二个问题 什么动物是森林中的百兽之王 这个我知道 老虎最厉害了 它有锋利的牙齿和爪子 还有像鞭子一样的尾巴 森林中的小动物都怕它 所以老虎是百兽之王 很好 小姑娘 你回答得非常完整 我再送你一些强大的力量 谢谢你 鬼心娘 第三个问题 用我送你的力量 打败一只强大的老虎 什么 你要啊 好可怕 鹿行 我 我不能害怕 我 我要打败你 鬼心娘 我打败老虎了 很好 受得伤疼吗 疼 但是我好开心 勇敢的小姑娘 记住这种打败困难后 开心的感觉 当你来到我面前 回答这三个问题后 你找到勇气了吗 我 我明白了 谢谢你鬼心娘 我是一个勇敢的人 我会用自己的力量 保护喜欢我的小伙伴的 小伙伴们 我们都是最勇敢的 你们别跑 明天选最好的朋友 你们都要给我投票 凭什么 我才不投你呢 小五 你和我是同桌 你为什么不给我投票 你看看你做的事 同学们 这节课是课外阅读 大家把自己的课外书拿出来 哎呀 我的课外书忘带了 这可怎么办 五六七 你带了两本课外书 能借给我一本吗 不行 这两本书 我都要看 五六七 你先看一本 借我一本 一会你看完了 咱俩再换过来看好吗 不行就是不行 报告老师 怎么了 五六七 老师 小五 小五没带书本 还一直和我说话 打扰我看书 小五 你上课竟然连书本都不带 去后面罚站 五六七 好朋友要互相帮助 你不但不帮我 还打小报告 我才不支持你呢 比比东 咱们可是经常一起玩的 你又为什么不给我投票 想想就生气 比比东 你这游戏机好好玩 借给我玩吧 不给 我还没玩够呢 五六七 你快还我游戏机 不给 我就要玩 五六七 谁让你拿游戏机进学校的 啊 老师 这是比比东的 我看他拿游戏机进学校 正抢过来 想给你送过去呢 五六七 你做得很好 比比东 你竟然偷偷拿游戏机进学校 明天叫家长来学校一天 不要啊 老师 五六七 你不但抢我的游戏机 还在老师那装好学生说我坏话 想让我给你投票 门都没有 哼 不投就不投 我还不跟坏学生做朋友 唐三 咱俩学习最好 你怎么能不和我做朋友呢 因为你没把我当朋友啊 哇 唐三好厉害啊 这次考试他又是第一名 哼 厉害什么啊 你们不知道 唐三每次考试都作弊 这都是他抄的 真的假的 唐三每天学习可认真了 放学都是最晚离开学校的 那都是他装的 每天他回家都看电视不学习 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 考试的时候 他会准备好多小抄 一兜里都是 没想到唐三竟然是这样的人 那第一名应该是五六七你才对 五六七你好厉害啊 没什么没什么 老师刚才冰公主跟我说 他看见唐三考试作弊了 什么 唐三为了第一竟然作弊 成绩作废 我现在就去找他 五六七你为了自己能第一 冤枉我考试作弊 你这么坏 我才不和你当朋友呢 小强 现在只有你了 你是我唯一的朋友了 我才不是你的朋友呢 快看 灯泡墙来了 五六七 我才不是灯泡墙 你怎么能给我起外号呢 小强 你的光头那么亮 不就是个大灯泡吗 五六七 你 你太坏了 哟 灯泡墙气哭了 小心眼 真没意思 我们去别处玩 五六七 你乱给人起外号 说别人的坏话 我才不和你当朋友呢 嗯 我 我错了还不行吗 我一定改 小伙伴们 你们能原谅我 和我做朋友吗 六七 六八 六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